大家好 最近很多朋友都在問 我們應該要投資中國嗎 還是應該投資新興國家 還是應該要投資歐洲 是不是只有投資美國就好了呢 會不會風險太高 其實從過去的經驗來說 長期持有美國 勝過世界其他任何一個區域跟國家 今天我們就來看 這是美國SP500指數五年的圖 那我們把納斯達克也加進來 這是美國五年納斯達克跟SP500的指數圖 那我們看其他的區域 有勝過美國嗎 還是會比美國好呢 我們看歐洲 五年的指數 非常的不好 還有一個歐洲另外一個歐洲指數 STOXX50這個歐洲50指數 也是不是很好 再來看 香港 這是香港指數 五年 也和歐洲差不多而已 更遠輸於美國 再看 中國 很多人最近會想說 是不是應該投資中國 那我們看看中國 過去五年的表現 OK 也是 輸美國 OK 所以 雖然 中國震盪劇烈 可是 長期來說 還是 輸 美國指數 當然 你說 我就是會買在他起漲點 你如果能夠買在他起漲點 那你之前應該就賺到了 就在2015年那個時候 你有沒有賺到 如果那個時候你沒有賺到 而說你知道 那時候過去你不知道 那時候過去你不知道 你現在說你知道 那你怎麼能確定你現在就知道 你現在比以前知道什麼東西呢 應該是沒有 所以 長期投資還是以投資美國為主 你就比較不用換來換去的 現在要投資中國 賣掉美國 還是現在應該要買進歐洲 賣掉中國 還是要買進香港 賣掉美國 還是要賣掉歐洲 買進中國 等等 你就是只會買來買去 其實 什麼都不知道 才是投資裡面的正道 所以長期投資美國 還是最好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證明給大家看 這是五年的圖 那以過去五年的圖截圖來看 美國一直都是 勝過其他區域 就算 到2009年開始算也是勝過其他區域 就算包括了金融風暴 美國也沒有輸過其他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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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來看 那更長的時間 我們來看更長的時間說 說到 09年 ok 05年 ok 再怎麼樣 最多像 也跟 也只跟 SPY一樣 QQQ都還是衍生過其他的區域跟國家 SPY也沒有輸其他的區域跟國家 ok 所以我們再看 再拉更長時間 ok 這個時候歐洲有稍微勝過 美國指數 可是也是輸美國QQQ 那只是一小段時間而已 其他時間 ok 這個 應該是說 香港指數 香港指數跟美國指數還有點接近 其他的區 區域其實都沒有勝過 美國 好了 這個到了2000 00年 那這個時候因為包括了高科技泡沫 就算把高科技泡沫涵蓋起來 到現在 美國也沒有輸其他區域跟國家 ok 你看 已經到了最最大了 沒有辦法再拉了 好我們把它設maxima 用maxima來看 這個maxima 這裡maxima沒辦法調出來 好 我想就先這樣子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試試看 其實 投資美國長期持有 是最好的投資策略與方法 所以不需要在不同的指數 不同的區域間去移動 你也不需要買中國 你也不需要買美國 更不需要買新興國家 尤其是美國的投資者 你在轉換之間 你就要繳稅 長期持有 是不用繳稅 ok 這就很重要了 比 你換股操作 所賺的錢 還多 ok 所以我還是最後建議 買SPY 跟QQQ 台灣的投資者 你可以用負委託買SPY 或QQQ 或者是買 富蘭克林成長基金 跟富蘭克林高科技基金 雖然一開始買進的手續費比較高一點 比美國投資SPY跟QQQ高一點點 但是只要你不贖回 永遠不贖回 直到退休需要用錢的時候才贖回 你一輩子也是只被扣一次的手續費 相對於 三四十年的回報率來說 那是非常稀少的 ok 所以不要因為計較手續費 而延遲你的投資 買進不要動 才是最好的策略 好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